华尔街中国 港警百万悬赏通缉8名离港民主人士 英国独立报报道 香港警方对8名逃离香港自我流放的民主活动人士进行了悬赏 指控他们犯有严重的国家安全罪行 包括外国勾结和煽动分裂国家 周一 警方发布了通缉令 并为名单上的每个人提供了100万港元10万0761英镑的奖励 并表示他们的资产将在可能的情况下被冻结 这是与该市全面的国家安全法有关的首次此类赏金 警司史蒂夫 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警方称 名单上的人包括活动人士罗冠聪 郭安娜和刘芬恩 前立法会议员郭荣康和许冠杰 律师兼法律学者任凯文 工会会员孟赵达和网络评论员袁公益 这些活动人士因在香港的安全受到威胁 而自我流放到美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 公众被警告 不要在经济上支持活动人士 并被告知他们这样做可能会违反法律 警司说 香港警方拥有预外管辖权 有责任追捕在海外犯下危害香港国家安全行为的个人 他说 该组织严重违反了国家安全罪行 呼吁对地方官员实施制裁 并策划外国 破坏香港的财务状况 并补充说 这八个人应该站出来投降 这可能会导致较轻的处罚 中国于2020年6月对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 对分裂国家 颠覆 恐怖主义和勾结外国势力最最高判处无期徒刑 批评人士指责政府在法律的帮助下限制异议 这使得逮捕和拘留抗议者变得更加容易 李说 在过去三年中 近260名年龄在15至90岁之间的人 因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被捕 并补充说 官员已经指控了三分之二的被捕者 警方点名的活动人士之一人先生说 他是在澳大利亚行使言论自由权的实际澳大利亚公民 而不是寻求庇护者 我有责任继续大声疾呼 反对现在正在统治这个 曾经是亚洲最自由的城市之一的暴政 他们想做的 只是试图表明他们的观点 即国家安全法具有意外效力 他告诉记者 我想念香港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没有一个理性的人会回去 任正非被指控会见外国官员 煽动对香港官员 法官和检察官的制裁 香港警方声称赏金不是政治表演 但承认如果被告留在国外 起诉的机会很小 如果他们不回来 我们将无法逮捕他们 这是事实 李说 总部设在英国的香港观察敦促英国 美国和澳大利亚发表声明 保证那些被点名的活动人士 和居住在海外的更广泛的香港社区的安全 这些逮捕令 不是对这些维权人士的起诉 而是对香港一度备受尊敬的执法 和司法机构的起诉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 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 在一份声明中说 民主国家 不仅应断然拒绝当局希望 在国际上维护的逮捕令 还应该加强对受到北京威胁者的保护 考虑实施新的制裁 并面对任何大陆或香港当局都不会尊重国际法律义务的现实 下一则新闻 中国 更多年轻人聚婚 德国之声报道 中国的结婚率创下37年来的最低点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尤其是1990年代和2000年代出生的女性 选择推迟或完全放弃婚姻 2020年中国初婚的平均年龄为28.6岁 比2010年高出近4岁 这种对婚姻态度的转变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 工作场所的性别不平等 包括基于怀孕和产假的歧视性做法和评估 迫使许多妇女在职业和组建家庭之间做出选择 中国最近的经济衰退也导致年轻人对婚姻缺乏兴趣 特别是由于年轻人失业率高 求职的压力和对裁员的恐惧使人没有精力考虑结婚 结果 中国的出生率继续下降 去年是该国近60年来的首次人口下降 政府为解决出生率下降问题所做的努力 例如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提供福利 遭到了面临经济困难 且无法组建家庭的年轻人的怀疑和愤世嫉俗 下一则新闻 中国将限制对芯片生产至关重要的金属出口 彭博社报道 中国对家何者实施了出口限制 这两种金属用于生产半导体和其他电子产品 此举可能会提高硬件制造商的成本 并进一步加剧先进计算技术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中国是这些金属及其化合物的主要生产国 这些金属及其化合物用于太阳能电池板 激光器和计算机芯片等产品 出口商现在需要向商务部申请许可证 如有必要 审查可能会升级到国务院 这一发展是对工业和军事能力至关重要的技术控制权的 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下一则新闻 中国的IPO活动因经济困境拖累需求而消退 彭博社报道 今年上半年 中国大陆仍然是全球首次公开募股最繁忙的地区 但预计经济增长放缓将日益拖累国内活动 在上海、深圳和北京筹集的资金总额为350亿美元 约占战至6月的6个月内全球募集资金总额的一半 虽然中国以176家新来者在最多上市中保持领先地位 但定价金额比一年前低14% 活动逐月放缓 在过去两年中 主要让中国银行家忙碌的需求正在降温 因为企业对推动经济的潜在措施持观望态度 香港是中国公司寻求接触更多投资者的传统场所 市场复苏的前景主要依赖于科技巨头的分拆 以及人工智能或汽车初创公司的上市 对于中国公司的产品回升 整体市场情绪需要改善 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也是一个先决条件 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 驻香港的亚洲日本除外ECM联席主管黄培豪 培豪汪表示 我们对下半年相对乐观 即使重新开放的势头似乎已经放缓 一些好消息将提振信心 我们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看到一些好消息 下一则新闻 战略自主是法国人的白日梦 外交政策报道 法国在欧洲防务政策中推动美国战略自主 引发了依赖美国安全的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争议 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 关于欧洲不应成为美国的附庸的评论 重新点燃了关于法国政策 是否具有防御性 或是否寻求与北约竞争的辩论 专家表示 虽然法国在建设国防工业和与27个欧盟国家达成共识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要求欧盟自给自足并没有错 尤其是在美国专注于印太地区的情况下 然而 他们认为欧盟目前无法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自卫 大多数中欧和东欧国家更愿意购买美国军事装备作为保险 以保持美国参与其安全 法国还试图促进其国内国防工业 这导致了与美国的竞争 欧洲外交官对欧洲政治家的和平主义世界观 及其对国家利益的关注持怀疑态度 然而 有迹象表明 法国和德国越来越愿意倾听东欧和中欧国家的担忧 马克龙最近在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表讲话 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加入计划 被广泛认为是法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 他还表示 战略自主旨在加强欧洲作为北约支柱的防务 而不是导致于美国的分裂 下一则新闻 特斯拉降价后交付量创纪录 BBC报道 特斯拉报告称 2021年第二季度的汽车交付量创下历史新高 将这一增长归因于价格下降和对销量的关注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一直在降低 包括美国、英国和中国在内的市场的价格 以与竞争对手制造商竞争 特斯拉追求以较低利润实现更高销售额的战略 在其第二大市场中国取得了成功 在那里 他面临着来自当地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竞争 包括利安汽车、蔚来汽车和小鹏汽车在内的中国汽车制造商 也报告了6月份的销量激增 特斯拉2021年第二季度的财务业绩将于7月19日公布 下一则新闻 商业 担心央行加息后 全球经济硬着陆 卫报报道 随着各国央行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胀 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正在加剧 Blue Bay Asset Management首席信息官Mark Dodding预计 今年下半年 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 2024年的前景可能暗淡 债券交易巨头Pinco也在为硬着陆做准备 因为货币政策收紧阻碍了经济增长 Pinco首席投资官Daniel Allison认为 市场对央行在收益率曲线所暗示的情况下 尽快降息的能力过于乐观 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将在投诉过度收费后 发布一份关于汽车燃料市场的报告 与此同时 化学大亨吉姆·拉特克利夫爵士Sir Jim Ratcliffe 将英国持续的通货膨胀归咎于里希 苏纳克·Rishi Sunak的休假计划 拉特克利夫认为 该计划导致工作意愿降低 并稀释了货币的价值 然而 这一论点并没有解释美国也实施了刺激措施 导致通货膨胀率是英国的一半 中国制造业增长放缓 6月份商业信心和制造业就业疲软 这进一步加剧了对全球经济的担忧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也被视为世界经济的潜在风险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正在访问中国 以稳定两国关系并将风险降至最低 下一则新闻 中国制造业的持续衰退拖累了亚洲其他地区 彭博社报道 由于中国需求疲软影响了该地区的工厂活动 亚洲制造业在6月份继续恶化 韩国、日本和台湾的制造业都出现了萎缩 而越南和马来西亚也出现了收缩 亚洲制造业表现疲软是与中国的贸易弱于预期 以及全球经济低迷的结果 该地区需要全球经济状况的改善 以及欧洲和美国等主要市场的强劲需求 以实现复苏 然而 由于生产强劲 新订单和就业 印度尼西亚6月份的制造业势头有所增强 下一则新闻 中国6月工厂活动因经济走弱而放缓 财新采购经理人指数 路透社报道 中国6月份的工厂活动增长放缓 财新 Market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5月份的50.9降至50.5 这表明 经济活动略有扩张 但表明 随着需求减弱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第二季度正在失去动力 疲软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表明 中国正在努力维持 其后疫情时代的复苏 房地产市场低迷根深蒂固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通货紧缩压力很大 调查还显示 6月份制造业产出和新订单扩张均放缓 就业人数连续第四个月下降 疲软的数据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将引入更多政策支持 以提振经济的预期 尽管央行在6月份下调了关键贷款利率 华尔街中国 六度简报拥有全球数百家权威媒体的及时整理 翻译系统 欢迎订阅 华尔街中国 习近平紧盯但一言不发 俄罗斯动荡后的中国战略考量 经济学人报道 6月24日 叶夫根尼 普利哥任率领的瓦格纳集团叛军逼近莫斯科 中国密切关注 一言不发 流产的兵变在24小时内结束 但这足以暴露弗拉基米尔普京权力系统的脆弱性 尽管直接影响其巨大邻国内部战斗结果的手段有限 但中国将竭尽全力 包括努力维持俄罗斯经济的运转 以防止革命在那里扎根 让普京留在克里姆林宫 或者至少是一个同样反美 对中国友好的领导人 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从经验中吸取教训 对于不可预测的俄罗斯最好拭目以待 1991年8月 一群高层人士企图在莫斯科夺取政权 拯救苏联 软禁戈尔巴乔夫 并召集军队前往首都 中国急于与政变者建立联系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 拜访了军政府的官方领导人 根纳基 亚纳耶夫 根纳迪亚尼亚 并祝贺他夺取政权 但在两天之内 为苏维埃政权的尸体 注入生命的绝望尝试就结束了 政变者被捕了 这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中国官方对瓦格纳事件的反应 如此温和 6月25日 在兵变已经明确结束后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 鲁坚科 Andre Rudenko 周末霍准 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面 他恰好在北京进行先前计划的访问 根据俄罗斯对会议的宣读 秦先生表示支持维护俄罗斯的稳定 两国政府随后的互动 照常进行 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 讨论联合导弹防御问题 俄罗斯副总理访问北京 讨论工业合作 这是莫斯科在西方严厉制裁中迫切需要的 更广泛的战略问题是 中国会继续目前向克里姆林宫 提供隐形支持的方式 还是买家对去年宣布的 无限制伙伴关系感到懊悔 促使中国保持距离 如果习近平迄今为止 对俄罗斯的态度是一个指导 那么中国政府不会撤回对普京的支持 甚至可能会增加支持 以维持他的政权 中国并非对其伙伴日益软弱 或普京政权不可预测的轨迹 视而不见 中国的俄罗斯观察家 指责他建立了一个不稳定的体系 侵蚀了中央政府对枪支的控制 习近平意识到 俄罗斯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 以及他一路上给中国制造的问题 首先是普京没有向习近平传达他 入侵乌克兰的决定 尽管他几周前在北京都奥会上见过他 尽管中国表示支持领土完整 和主权等国际准则 但从未批评克里姆林宫的侵略 和吞顶乌克兰领土 事实上 北京与莫斯科的伙伴关系 已经翻了一番 去年两国之间的贸易 增长了30% 超过1900亿美元 这种支持水平的主要原因是 中国自己与美国的战略竞争 中美关系多年来处于最糟糕的状态 在习近平看来 只有中国的投降 才能让华盛顿的领导人满意 如果他把普京扔到公共汽车下面 美国只会把让步收入囊中 继续挤压他唯一的竞争对手 此外 普京的垮台和反华政府 取而代之是习近平的噩梦 这将使中国在战略上被包围 普京领导的俄罗斯 给了中国一些原本会缺乏的东西 北京与美国领导的联盟 毫无相似之处 而且迫切需要合作伙伴 俄罗斯不仅非常反美 而且还可以将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 战上风所需的许多要素 摆在桌面上 包括其庞大的核武库 其退化 但仍然相当可观的常规能力 这需要美国在欧洲的威慑上投入巨资 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 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李世博的声音 以及俄罗斯可以通过陆路 以大幅折扣向中国供应的自然资源 乌克兰战争 正逐渐将俄罗斯变成中国的初级伙伴 因为普京的制度 通过向北京出售更多自然资源 进口中国技术 以及使用人民币结算贸易和管理汇率 在战争和制裁的艰难中 幸存下来 现在与普京保持距离 将使中国失去巩固其在中美关系中的 高级角色的机会 并可能为混乱或隔壁的民主 亲西方政府铺平道路 就目前而言 普京似乎在掌权 中国将部分放心 因为他修复损害的举措 通过精心策划公众和精英支持的示威活动 以及镇压军队中的瓦格纳同行者 由于中俄关系 取决于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融洽关系 高层互动可能会继续下去 如果普京面临另一场政变企图 中国没有直接帮助他的工具 他能够而且将要做的是 确保俄罗斯不会因经济衰退 或乌克兰失败 而被推到革命的边缘 出于这个原因 与俄罗斯的贸易将继续下去 包括让普京的战争机器 勿勿作响的技术出口 另一个支持渠道 是出口新的高科技镇压工具 例如尖端的监视系统 这种手段正在增加 出售这些系统 特别是从中国通过贸易 和获得人民币 获得更广泛支持普京政权的背景下来看 相当于中国对俄罗斯内政的 前所未有的干涉 北京的希望是 它能让俄罗斯继续走上 目前的自我削弱路线 普京不会永远存在 瓦格纳兵变 尤其是总统决定 对乌克兰发动灾难性战争 可能会加速他的离开 出于这个原因 中国正忙于在俄罗斯建制派中 培养其联系网络 包括高级官员 将军和寡头 他试图确保 无论谁在普京之后 成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 中国都认识这个人 并与他们有良好的关系 在这场精心的网络建设运动中 唯一值得注意的盲点 是俄罗斯的民主反对派 下一则新闻 巴基斯坦外长称 不损中国的债务陷阱 日经亚洲报道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 比拉瓦尔·布托 扎尔达里 白罗沃·巴托萨达里 驳斥了该国陷入 与中国债务陷阱的担忧 扎尔达里在接受 书面采访时表示 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大部分援助 都是以投资或软贷款的形式提供的 巴基斯坦最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达成了一项工作人员层面的协议 提供30亿美元的救助 巴基斯坦约30%的外债 由中国持有 主要是由于中巴经济走廊的支出 这是北京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下一则新闻 特朗普如何炫耀敏感信息 历史 华盛顿邮报报道 前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妮 格里莎姆斯蒂芬蒂芬证实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任期间 不尊重机密信息 格里莎姆回忆起 目睹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 私人俱乐部 往ALEGO的餐厅露台上 向人们展示文件 格里莎姆的声明 与之前的聚集一致 这些事件表明 特朗普对敏感信息的随意处理 2017年初 有人看到特朗普在拍照时 在他的办公桌上 放着一个装有钥匙的锁带 引发了对机密信息保护的担忧 当月晚些时候 特朗普在讨论国家安全问题时 将海湖庄园露台 变成了露天情况式 利用助手的手机光审查文件 特朗普使用不安全的手机 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情报显示 中国和俄罗斯间谍 正在监听他的谈话 有报道称 特朗普使用不安全的Android手机 并拒绝定期更换他的Twitter手机 2017年5月 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上 向俄罗斯官员透露了高度机密的信息 危及情报来源的声明 2019年8月 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 伊朗发射台的机密航拍图像 下一则新闻 拜登对扩大北约 做出了可能是遗产定义的推动 华盛顿邮报报道 拜登总统将在接下来的10天里 专注于北约联盟 及其在协助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方面的作用 拜登的关键问题之一 是他能否说服土耳其和匈牙利 放弃对瑞典加入北约的反对 美国认为 瑞典已采取充分措施 缓解土耳其提出的担忧 并希望 瑞典将在下周的北约峰会期间 受到欢迎 然而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 埃尔多安 Rajab Tayyip Erdogan表示 瑞典在解决 他对库尔德工人党PKK等团体 以及他指责支持2016年 失败政变的团体的担忧方面 做得不够 与此同时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 欧尔班指责瑞典官员散布关于匈牙利的谎言 并且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的历史盟友 下一则新闻 中国比亚迪 在智利2.9亿美元的礼项目上 迈出下一步 彭博社报道 中国电动汽车EV制造商比亚迪 计划在智利北部 建造一座价值2.9亿美元的 礼因级工厂 以获得该国礼储量的战略通道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礼储量 比亚迪于4月获得智利碳酸理优惠价格 新工厂将于2025年底开始生产 因极用磷酸铁理 此举是电动汽车和电池制造商 通过资助采矿和加工项目 来确保未来原材料供应的趋势的一部分 下一则新闻 富士康将向越南投资2.5亿美元 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 日经亚洲报道 台湾合同制造商富士康 Foxcon将投资2.5亿美元 在越南北部的两家新工厂 其中一家将生产电动汽车 一例零部件 这些工厂将位于广宁省的一个工业园区 使富士康减少对iPhone组装依赖的 努力的一部分 这座耗资2亿美元的工厂 将生产电动汽车充电设备 和其他电子元件 预计将于2025年1月完工 这座耗资4600万美元的工厂 将生产模具和电信组件 预计将于2024年10月完工 此举正值富士康寻求业务多元化 并扩展到电动汽车行业之际 下一则新闻 朝鲜正在拼命寻求外汇 来为其军事提供资金 外交官报道 朝鲜当局已下令贸易官员 收缴更多外汇 称该国的军事工业急需资金 一位中国消息人士透露 朝鲜驻华领事馆 于6月中旬召集了贸易官员 指示他们筹集资金 更积极地寻找海外投资者 领事馆特别提到 最近未能将军用间谍卫星送入太空 并表示国防部门需要更多的资金 来准备第二次发射 鼓励贸易官员 确定可以汇款或洗钱的合作者 即使他们不能直接在朝鲜投资 华尔街中国 六度简报用 有全球数百家权威媒体的 及时整理翻译系统 欢迎订阅 中国财经简报 全球各大媒体报道中国财经 我们团队为您整理总结 中国财经简报 谭公盛 以其规避风险的方法而闻名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中国已任命金融技术专家 潘公盛 担任央行最高政治职位 这表明 人们越来越担心 该国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 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潘将在一纲卸任时接替他 潘先生以其规避风险的方法而闻名 并在过去十年中 在打击感知到的金融威胁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的任命 正值中国面临地方政府债务 和房地产行业 放缓对金融稳定的挑战之际 潘的专业能力将是防范系统性 金融风险和预防重大危机的关键 预计他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利用宏观审慎规则来遏制风险 潘的任命 是中国加强党对金融体系 控制的努力的一部分 包括计划成立中央金融委员会 来监督中国人民银行 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 由于外部需求减弱 和家庭消费疲软 该国正在努力获得动力 尽管需要刺激经济 但预计潘将优先考虑风险控制 从而限制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 已经将基准利率 适度下调了十个基点 预计进一步的宽松措施 将受到限制 中国外汇监管机构的基金 超过1.5万亿美元 彭博社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控制住海外资产 至少1.5万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主权基金中国共产党 如何为其全球野心融资 一书的作者刘宗源表示 这比中国其建筑权财富基金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的资产大三倍 外汇局的设立 是为了使中国的外汇持有量多样化 远离美国政府证券 并允许北京在战略部门的公司中入股 通过这样做 中国可以获得海外市场 资源和技术 以支援其经济 这些基金专注于 发达经济体和工业部门 投资包括思路基金 为中国中化集团收 购益大力轮胎 制造商倍耐力的股份 提供资金 然而 这些基金也存在风险 因为它们容易受到制裁 因为大多数资产 都在美国及其盟国的管辖范围内 尽管规模庞大 但在评估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时 这些基金往往被忽视 人们呼吁更加关注外汇局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研究员布拉德 赛策布拉德赛斯特认为 中国应该提高其资金透明度 并单独报告中国人民银行 持有的所有外汇资产 包括其对国有银行 和投资基金的资助 耶伦访华 拜登政府的敌对语气 有所减少 纽约时报 美国财政部长征 尼特耶伦将于本周访问中国 因为两国之间关系持续紧张 虽然与特朗普政府相比 拜登政府的敌对语气 有所减少 但许多经济政策担忧 仍然存在或已经加剧 特朗普对中国商品 征收的关税仍然有效 拜登一直在努力 限制中国 获得半导体等关键技术 对美国在中国投资的新限制 也迫在眉睫 美国也在考虑 进一步控制先进晶元 并投资中国尖端技术 半导体一直是美国 对中国出口的最大类别之一 中国政府 对其国内产能的投资 仍然落后于美国 拜登政府加强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补贴计划 激怒了中国官员 因为他包括对中国投资的限制 作为回应 中国宣布将限制用于 晶元生产的某些矿物的出口 拜登政府还利用胡萝卜 加大棒来鼓立关键产品的 供应链签出中国 与中国有联系的美国公司 如TikTok和Shan 正面临住对其劳工实践 和使用美国客户数据的 日益严格的审查 人民币对美元近期的疲软是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经济学家将利率下跌 归咎于美联储近期的加息 与此同时 中国一直在降息 以提振经济 美国一直在向中国施压 要求允许一些发展中国家重组债务 但中国坚持要求其他债权人 承担经济损失 围绕国家安全和人权的紧张关系 也蔓延到经济关系中 美国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表示关切 包括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 和在新疆拘留穆斯林少数民族 中国官员继续抗议 美国对国家安全威胁 和侵犯人全行未实施的制裁 小鹏汽车92%的涨幅 让外空者蜂拥而至 彭博社 对中国电动机车制造商 小鹏汽车的看跌压住 已创下历史新高 因为其股价最近几周 几乎翻了一番 这表明投资者对涨势 能否持续持怀疑态度 根据IHS Market截至6月29日的数据 短利息约占小鹏汽车 在相当可交易的股票的12% 这下总部位于广州的汽车制造商的股价 自6月1日低点以来 已飙升92% 达到超买区域 周二跌幅高达8.4% 许多中国居民正将资金转移到海外 南华早报 随着中国后疫情时代的复苏 似乎已经失败 人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越来越缺乏信心 许多中国居民正在采取措施 通过将资金转移到海外 来保护他们的资产 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认为 在中国境外存钱更安全 中国政府别无选择 只能重拾人民和投资者的信心 如果他不想在变得足够富有之前 变得太老 然而 与国有企业相比 私营部门是否真的能得到平等对待存在疑问 过去三年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仍然影响住他们的投资决策 中国企业仍然不愿意做出长期承诺和投资 不确定性地增加促使居民削减支出 提前偿还抵押贷款 并在低利率下增加预防性储蓄 对于出口部门来说 由于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和全球需求放缓 今年的前景将出现更多疲软 中央政府仍然需要提振房地产行业 因为它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它是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也是城市家庭财富的最大组成部分 中央政府应该在私人投资和消费疲软 以及地方政府财政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增加支出 然而 它应该避免对私营部门进行过多的干预 并避免造成效率更低的债务 中国应该就经济保持开放和包容的辩论 南华早报 关于中国经济的辩论传统上是开放和包容的 经济学家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们的观点并提供建议 政府鼓励不同的意见 并欢迎非官方研究人员的意见 这种公开对话帮助当局在经济政策中找到了适当的平衡 然而有迹象表明 随住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政治角度看待经济问题 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 对经济的批判性分析和负面信息有时会被阻止或审查 这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 重要的是直面和应对其经济挑战 而不是压制辩论和忽视根本问题 对经济失去信心是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压制辩论只会进一步损害信心 使政策制定者不了解实地的真正问题 香港如何提升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 南华早报 香港必须采取具体步骤 证明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和法律实体的价值 以恢复投资者对中国复苏的信心 香港大学哲学助理教授布莱恩·黄·布莱恩·旺写道 他建议香港应材取三项关键行动 首先 政治机构在做出可能损害国际社会 对这座城市信任的决定时必须谨慎 与谷歌和袁维奇等领先的科技公司保持联系 对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声誉至关重要 其次 黄之锋敦促香港解决跨国公司 对香港发展轨迹的担忧 这包括积极将这座城市定位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 资讯和数据之间的桥梁 最后 香港必须做更多的事情 来改善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布莱恩 黄认为 香港拥有丰富的资深银行家 学者和知识分子 可以提供比官方或国际媒体更公平 更平衡的中国视角 他强调了对中国经济进行诚实分析和评论的重要性 布莱恩 黄最后表示 希望香港能够为香港人和中国其他的区保住价值 从GDP到人民币 7月份中国经济需要注意的四件事 南华早报 中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将于7月发布 已深入了解该国经济的健康情况 李强总理对中国的经济前景表示乐观 表示第二季度的GDP增长将更快 中国有望实现今年5%的增长目标 然而经济指标显是经济放缓 工厂活动连续第三个月萎缩 5月份近出口下降 此外 16-24岁年龄组的失业率在5月份创下新高 消费者价格指数不及预期 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因为它使中国的出口更具竞争力 但增加了进口成本 央行下调了基准贷款利率 并调整了其他政策利率 以稳定房地产型业并实施自己措施 分析人士认为 从长远来看 降息可能有助于支撑经济和稳定人民币汇率 中国国务院宣布了更降大的经济方案计划 以扩大有效需求和加强实体经济 政策顾问和分析师建议 要实现政府的增长目标 需要对房地产行业提供更多支援 美国财政部长征尼特耶 沦江于本周访问中国 讨论管理两国关系和应对全球挑战 谢谢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我们的内容来自全球权威的科学家 专业媒体和成功的科技企业 有六多世界的 华尔街科技简报 团队编辑整理完成 让你迅速掌握全球科技进展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是否应该用AI取代一些公务员 加拿大环球邮报 在政府服务中使用人工智慧 有可能大大提高公民的效率和便利性 比如想象一下能够在现身请护照 续签并语可以回答您的问题 并批准您的申请的高度智慧计算机进行交互 但是在政府服务中全面实施人工智慧之前 需要做出重要的考虑和决策 主要挑战之一是确保对人工智慧系统做出的 决策进行问责和监督 如果数位代理做出错误或有害的决定 谁负责 如何审计和审查这些决策 这些是政府在公共服务中 部署人工智慧之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做出这些决定 政府应该参与公众咨询和听证会 让专家和普通公民都参与进来 公民应该对指导在政府服务中 部署人工智慧系统的原则和规则有发言权 政府还可以进行小型公开试验 公民可以自愿使用人工智慧技术 结果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不仅为人民服务 而且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公民应该对人工智慧 在公共服务中的使用有发言权 并相信他们的需求和担忧正在得到考虑 虽然在政府服务中使用人工智慧 存在挑战和风险 但潜在的好处是巨大的 人工智慧有能力为公民提供快速 善解人意和准确的服务 无需长时间等待或令人沮丧的电话术 它还可以轻松扩展 从而更有效地处理应用程式和请求 总之 政府需要优先考虑围绕人工智慧 在公共服务中使用人工智慧的决策过程 通过参与公众咨询和试验 政府可以确保人工智慧的部署 以优先考虑公民需求和关切的原则为指导 通过仔细的规划和监督 人工智慧有可能彻底改变政府服务 为公民创造更高效 更友好的体验 美国空军一千架全副武装的 AI无人机喷气式飞机 英国每日电讯 美国空军计划在未来几年内购买 一千架人工智慧控制的武装无人机 被称为中程辽机无人机 此举是基于这样的信念 即这些无人机将比传统的载人战斗机更灵活 更具成本效益 空军对人工智慧控制无人机的信心 得到了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最近进行的一项实验的支援 该实验涉及人工智慧开发的 演算法之间的斗狗比赛 而由Heron Systems开发的获胜演算法 与一名人类F-16飞行员竞证 AI控制的无人机成功多次击落人类飞航员 证明了AI在战斗情况下的有效性 在获胜后 Heron Systems被Shield AI收购 后者随后与无人机制造商Kirtos合作 将AI的改进版本集成到XQ-58无人机中 XQ-58是美国空军Skyborg计划的主要测试车辆 该计划旨在开发廉价的中程辽机无人机 可以与有人驾驶战斗机一起飞行 最终目标是让这些无人机 在空战中添加感测器和武器 提供更具侵略性和消耗性的选择 空军的目标是在不久的将来部署 战备辽机无人机 Skyborg计划还为协作战斗机的发展提供了资讯 这些飞机比XQ-58更大 更快 但仍然便宜 空军计划首批采购1000架此类飞机 然而 人工智慧控制的无人机的引入 并不意味着人类飞航员的终结 空军还在开发一种新型载人隐形战斗机 即下一代空中优势喷气式飞机 人类飞航员垄断快速空战的时代即将结束 未来可能会看到人类和人工智慧 飞航员在战斗机中队一起工作 扎克伯格基天内推出马斯克推特的竞争对手 英国每日电讯 由Meta 前身为Facebook拥有的Instagram 将推出一款名为Freds的新应用程式 该应用程式将与Twitter竞争 该应用程式于周二出现在苹果的App Store上 预计将于7月6日上市 Freds已经开发了几个月 旨在吸引应对埃隆 马斯克的领导不满而离开Twitter的名人使用者 马斯克和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 扎克伯格之间的竞争最近升级 有传言称两位亿万富翁之间可能存在聋子比赛 Freds被描述为Instagram应用程式 旨在鼓励用户通过文本分享想法和趋势 他将利用Instagram庞大的使用者群来获得牵引力 该应用程式的屏幕截图显示 他将提示使用者关注他们 已经在Instagram上关注的账户 该应用程式将允许帖子 仅对关注者或仅对提及的人可见 并使其公开 马斯克在周末因阻止未登陆Twitter的使用者 看到推文并限制使用者每天可以看到的推文数量 而受到批评 导致该应用程式在许多用户中出现故障 将推文监控服务TweetDeck的使用限制 在为Twitter订阅服务Twitter Glue付费的 经过验证的用户的决定 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些举措导致竞争对手 Twitter应用程式 Mastodon和Bluesky的下载量激增 马斯克和扎克伯格有过分歧的历史 最近几周他们一直在讨论 建立一场竞争性的斗争 据报道 中级格斗锦标赛主席达娜 怀特参与了该赛事的策划 该赛事可能包含慈善成分 马斯克回应了一条推文 该推文展示了Friends应用程式的数据收集 并带有一个感叹号 Instagram推出了Friends应用程式 我们对所谓的Twitter杀手的了解 多伦多星报 Mata 前身为Facebook的公司 将推出一款名为Friends的新微博应用程式 直接与Twitter竞争 该应用程式连接到使用者的Instagram账户 将允许类似于Twitter格式的基于文本的对话 Mata尚未回应有关该应用发布的评论请求 Friends的发布正值Twitter动荡时期 该平台对使用者可以看到的推文数量实施了临时限制 以响应数据抓取核系统操纵 Twitter还禁止未经验证的使用者使用其流行的TweetDeck功能 并引入了付费验证系统 据报道 Mata一直在寻找利用Twitter挣扎的方法 并称自己的产品是社交网络的理智运行版本 该公司在收集用户个人数据方面的声誉 在Friends的隐私政策中也很明显 该政策允许应用程式访问财务资讯 个人资讯 照片 位置数据和搜索历史等 Friends的推出是Mata 与其他类似Twitter的社交媒体平台直接竞争 包括Mastodon和Truth Social Friends能否成功成为Twitter杀手还有待观察 但凭借Mata的资源和知名度 该应用程式肯定有吸引用户的潜力 在宇宙的黎明 时间似乎过得慢得多 悉尼先去城堡 悉尼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杰兰特 路易斯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早期宇宙中的时间似乎比今天慢五倍 刘易斯研究了类星体的脉冲 类星体是位于遥远星系中心的黑洞 它们撕裂并吞噬附近的恒星 这些脉冲可以用来跟踪宇宙中的时间 研究表明 时间的减慢是由于宇宙的膨胀 随着空间的延伸 类星体离地球越来越远 导致它们的脉冲看起来更慢 然而这种时间的减慢是相对的 取决于观察者的观点 从我们在地球上的角度来看 类星体的脉冲看起来较慢 但从围绕类星体运行的观察者的角度来看 脉冲看起来是有规律的 这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致的 该理论指出时间和空间是相互关联的 对时间的感知取决于观察者的相对运动 这项研究为宇宙的膨胀和时空的概念 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该研究还强调了时间的复杂性质 及其与空间的关系 当我们在空间中移动时 我们也在时间中移动 我们在时间中移动的速度 取决于我们在空间中的运动 这种对时间的理解 对于我们理解宇宙 极其演化至关重要 印度极端高温加剧家庭暴力 德国之声 发表在美国医学会精神病学杂志上的 一项新研究发现 南亚气温上升与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 增加之间存在联系 该研究调查了印度 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环境温度 与亲密伴侣暴力之间的关系 跟踪了超过19万4800名年龄 在15至49岁之间的女孩和妇女 研究人员发现 年平均气温每升高一摄适度 亲密伴侣暴力就会增加4.5% 低收入和农村家庭增幅最大 预计印度将与气温上升 有关的虐待增加幅度最大 气温每升高一摄适度 身体暴力就会增加8% 针对妇女的性暴力将增加7.3% 南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容易受到 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气候变化使该地区 发生热浪的可能性增加了30倍 该研究强调 社会福利计划需要考虑 极端高温与基于性别的暴力之间的联系 气候引发的脆弱性会加剧基于性别的暴力 并产生广泛的影响 包括增加妇女的家务劳动 以及农业生产和劳动效率下降造成的经济压力 该研究表明 印度等脆弱国家的气候行动计划 应该应对这些挑战 民间社会组织也认识到 气候变化引发的危机加剧了家庭暴力 因为与气候有关的因素 会增加家庭的压力和紧张 该研究的结论是 气候危机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国内和社会不和谐 中国在耶伦访问之前 限制高科技金属出口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中国对计算基金元和太阳 能电池中使用的两种金属家和者实施了出口限制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努力的一部分 这些规定将于8月1日生效 需要官方许可才能出口这些金属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家和隔来源国 美国约一半的供应直接来自中国 此举出台之际 中美两国在高科技贸易方面的紧张关系继续升级 美国对中国获得先进晶圆和晶圆制造技术施加了限制 并说服荷兰和日本等盟国限制晶圆制造工具的出口 中国政府对这些限制感到沮丧 但为了避免扰乱其国内晶圆行业 报复行动置换 对加和隔的出口限制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高科技贸易争端 财政部长征尼特 耶伦将于本周访问北京 作为拜登政府恢复与中国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这次访问正值两国关系达到数十年来的最低点 在技术、军事建设、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存在争议 中国对这些金属实施出口限制的举动 可能被视为耶伦访问前向美国发出的信号 美国将如何应对这些出口限制 以及是否会进一步升级贸易争端还有待观察 中国晶圆材料出口限制 需要知道的四件事 日经亚洲 中国宣布了新的法规 限制对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半导体和军事技术 至关重要的关键材料的出口 该法规将于8月1日生效 针对加和隔等材料以及相关化合物金属 这些材料对于化合物半导体的生产至关重要 化合物半导体用于一系列应用 包括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和军事技术 中国目前生产世界上90%以上的加和者 使其高度依赖这些材料 出口管制被视为试图保护国家安全利益 并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 中国出口管制对该行业的影响仍在评估中 虽然领先的功率半导体和高频原件制造商 不会立即受到影响 但他们采购用于制造晶圆的关键基板将受到影响 该限制可能会对但化家基底供应商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例如在中国生产产品的美国X 披露了其深化加基板供应对中国的严重依赖 中国此举是为了回应美国 荷兰和日本最近限制向中国出口尖端半导体工具 这些限制阻碍了中国的晶圆野心 并凸显了其供应链的脆弱性 中国的出口管制被视为保护其国内产业 和减少对外国供应商依赖的一种方式 这一消息导致参与家和坑生产的中国公司的股价飙升 然而由于这些材料缺乏透明的定价机制 很难估计对价格的直接影响 总体而言 中国的出口管制预计将对电动汽车 可再生能源 半导体和军事技术的全球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限制凸显了供应链多样化 和减少对单一国家关键材料的依赖的重要性 自动驾驶汽车就在这里 他们在看着你 未报 就金山自动驾驶汽车的现实与 曾经承诺的高科技乌托邦大不相同 虽然公司提出了人工智慧驱动车辆的想法 这将使乘客和行人更安全 但现实情况是 这些汽车中始终开启的摄像头对 人身安全和隐私构成了风险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 谷歌旗下的在就金山运营自动驾驶汽车的公司 魏某已收到执法部门要求其车辆拍摄的镜头 这正是专家们一直在警告的监视和隐私问题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扩展到其他城市和国家 监控技术以及用户数据的收集和处理 问题变得更加重要 公司处理这些数据和回应执法请求的方式 将对隐私权和人身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隐私专家认为 自动驾驶汽车的监控能力 不成比例地伤害了边缘化群体 并侵犯了宪法规定的隐私权 这些车辆中的摄像头不仅是导航工具 也是执法的潜在证据来源 Waymo和Cruise等公司 已经收到了对其车辆镜头的搜查令 现在的问题是 汽车制造商是否愿意投资与保护隐私 和防止滥用监控能力的技术和实践 加密数据 匿名化和去识别化数据 以及限制数据收集和存储 是保护使用者隐私的潜在解决方案 然而公司是否会优先考虑隐私保护 而不是其他问题还有待观察 钱能买到的最大妄想 马斯克与扎克伯格的笼子比赛 微报 作者表达了他们对马克 扎克伯格和埃隆 马斯克等亿万富翁的个人生活 和爱好的了解程度的沮丧 他们感到愤怒的是 他们知道扎克伯格的巴西柔树锦标赛的细节 以及他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如何从事这项运动 同样 他们知道马斯克相对于扎克伯格的身高优势 以及他在这项运动中的标志性动作 作者质疑 如果这些亿万富翁中的一位在他们的努力中取得胜利 会发生什么 对方的自我会崩溃到死去吗 他们是否已经济化过这种情况 并决定将其称为平局 还是这一切都只是虚张声势 作者发现很难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什么算是傻瓜 因为参与这项事业的每个人都显得愚蠢 作者描述亿万富翁很有趣 就像熊冲像你一样有趣 他们希望人们谈论他们 而不是他们对世界的真正影响 他们希望被宣布为赢家 但不是凌驾于公民社会之上 以防射会议时到他们的真正意图 作者认为亿万富翁认为他们是超人 因为他们已经从任何客观社区中买断了自己的方式 这些社区会告诉他们并非如此 作者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有男子气概的成分 也为他们怀疑像朱黎耀这样的人会挑战马格丽特 马格科跳舞 然而他们认为这是极端财富的愚蠢和金钱 可以买到的错觉 作者最后说忽视这些亿万富翁不是解决方案 也为他们不会消失 目前尚不清楚作者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什么 也为他们提到了其中一个在武术中击败另一个的想法 但也承认这将使他们成为坏人 华尔街科技简报 科学家的快捷工具 我们即将开放订阅 请推荐给你认识的科学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